民主時代你們到底是仆人還是主人 你們搞不清楚狀況 自帶那麼低 對你們提出這種訴求 還說你們要脅我 但是林義雄 我跟你講 這一點你們不吃 大家見真章 剛剛我是說林義雄是訴諸人民的 我也是覺得說今天台灣的老百姓 包括紀國洞 是不是我一直問 我為什麼不覺得林義雄是逼我 他只不過把大家 早知道該做決定的東西 大家一直拖一直混 或者甚至無力的東西 活生生逼上來 我是贏上去 我不認為他逼我 每個人都要這樣做決定 那些剛剛姚老師講的 有一些爛名嘴 還在講那種廢話 我跟你講 那個都還好 其實我是認為最殘忍的是馬跟金 馬跟江 江一話怎麼講 江一話說 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中 很多人意見都是不同的 大家的強度都很強 民主的可貴就要透過制度的設計 來解決紛爭 他這個在間接講說 林義雄你這個是在成熟民主社會之下 一個不成熟的 他這個是最狠 講起政治語言 輕言細語 那幾個人民主要說 你去死 你去拖 那個制造情緒 這種就是殺人不眨眼 我跟你講你們繼續幹 所以我還是認為最後這個是 林義雄是訴諸全台灣的老百姓 贊成反對的 第一個 是不是該做決定的 第二個 我們這些官僚 不管是立法包行 長期怠惰 如果是的話 自己想要做決定 我覺得雙方都應該反省 我覺得沒有只能任何一方 陳偉廷好幾次都講說 罵教育部長為善 罵馬總統也為善 對不對 在他們想法中 你就在秘書所說 你要幾趴 沒錯 你是以前用那種為善 來騙起我們選票 所以我們現在 縱使夾著民粹 來跟你對撞又如何 我知道你們現在是這樣子 但是大家真的不能 好好坐下來談一談 給一點時間 然後得給他一個退伍 而且大家歡歡喜喜 把這個合適的問題 你到底要給多少 我覺得不相信 試試看 我上次講 在弗曼那些事情 我說到最後結果就是這樣子 你看 還是這樣子 國民黨的委員問得很好 為什麼不能討論 答案非常簡單 是因為專制 過去不能討論 是因為專制政權 現在不能討論 是因為馬英九不給你們討論 所以不要怪人民的壓力 要怪馬英九為什麼給你們壓力 你們怎麼這麼在意 馬英九的壓力 卻這麼不能夠接受民眾 或者林英雄 代表人民給你們的壓力 所以所謂無限期 進出凱道也好 或者如何也好 是因為就像 我相信國動金 應該還記得去年 我們坐在這裡 你說好好談 我們跟台電談何時 問題談了整整三個月 恐怕有 可是他有解決問題嗎 沒有 非要逼到 現在人民施加壓力出來 開始回應了 就像福茂一樣 站在門口 一直喊立法委員不要黑箱 那些學生喊了很久 最後一個麥克風解決問題 衝進去 去年就應該接管 這個就衝進去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壓力 去年要接管我是同意的 我知道 所以民兇啊 雖然那個民調9% 的確它跟選舉不一樣 可是我提醒一下 過去的回憶 所以我們這個電視台 應該是播過的 滿久在陳隨便18%的時候 講過的一句話 我把它唸出來給你聽 我聽了很多次啊 是不是要再唸 就是那個已經沒有正當性 你要有羞恥心 你自己想就這一段話嘛 所以那一個請他很謙卑的 面對這個民調 說為什麼人民不斷的出來 要走到最後這一步 這一步沒有人甘心樂意 沒有人願意再到凱道 參風露宿 我們六年前 八年才幹過一次 我們知道那個不是說是慶典 嘉年華會很快樂的去的 那個要想好久 咬你牙關好吧 我要再去一下 所以我們希望他面對 真正現在全國人民 討論核四的問題 OK 不要再對立法委員 施加不正當的壓力 讓人民的聲音 進到立法委員裡面去 OK 不過蔡委員 您覺得馬總統到現在 面對了沒有 上政論節目那麼多年 從沒有那麼難講過 真的是 以前在政論節目裡面 談理念 那是天馬行空 大家可以自由的對話交鋒 那個是存在著大家不同立場的一種競爭討論 我說難講是因為現在我們在搶救生命 我們在搶救一個台灣的社會 所以我已經好幾天都沒有罵馬英九 我知道這樣做隔壁的鄭老師一定會說這個沒用 但是我也不知道什麼有用 罵那麼多年 但是說馬書會可能會有用 罵那麼多年沒用 不罵不知道有沒有用 如果說大家願意合作來把台灣的撕裂 台灣這個林英雄先的生命去保住了 我覺得我寧願不罵 我可以選擇來合作 他把這件事情做好 沒有一個人喜歡被逼 但誰逼林英雄要這樣做 林英雄他有孫子 他還有女兒 他有太太 那誰逼林英雄要去這樣做 為什麼我們大家不討論一下誰逼 我想國東兄他不喜歡被逼 他也告訴我馬英九不喜歡被逼 但誰逼林英雄一定要走上這一條路 核四不是一個發生兩三天 說沒有給大家時間 林英雄先生說他在年輕的時候 二三十年前就開始犯核四 今天我們大家還在討論這個問題 可是我有聽到國民黨朋友有講說 誰逼林英雄走到這個 他自己講說如果發生什麼的話 當權者 我不知道是不是林英講的 所謂的當權者再往前拉 包括什麼陳水扁 李全總統 他覺得說大家全部都包括在這裡頭 當然馬英九總統是現在 所以他當然要負這些責任 所以說大家都要負這樣的責任 其實我的意思說在這個架構底下 還是大家在講政治的鬥爭上面的共同 在算計這些 算計說你責任多少 其實不是我全部 所以我不喜歡去論這個 當然我還是可以拿出來說 陳水扁時候是停建了 但是大法官宣布他違憲 然後立法院又國民黨多數 我也可以再去辯一次這個說 陳水扁時候哪有不同意 他事實上是贊成核四要停建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不是這個時候的重點 就算我這時候變贏了陳明毅又怎麼樣 對台灣社會在這個階段 對林英雄先生又有何幫助呢 所以我為什麼剛剛會 我覺得沒有人喜歡被逼 但是我們自己沒有被逼的情況底下 我都覺得羞愧 都覺得慚愧 慚愧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林英雄先生他可以做出這樣的事情 但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自己覺得懦弱無能而感到羞愧 我們只能坐在這裡講講話 把我們的一些想法 我們就頂多做到這個樣子 所以我才會一直希望說 是不是找到一個方法 如果紀國動先生覺得 紀國動委員他們覺得 馬英九總統真的是如福茂說 可以說他們王金平院長自己做一個決定 然後他也可以混過去的話 我倒是很希望今天晚上國民黨的黨團 大家發揮一點作用 你們就做一個決定吧 做一個決定之後 然後還是讓馬英九可以混過去 這如果可以這樣做的話 我也很期待 當然我也知道是不會 我也知道是不會 我等一下分間線 會怎麼結束我分析給你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沒有 不是無解 OK 社會的民意多數 是何事是希望停建 馬總這個 現在社會是這樣子 然後藍綠的委員 不是現在目前看起來 有人不一樣的聲音 我們也窮盡努力的 希望去搞一個共識 所以是不是可以 因為剩下禮拜五 就是明天有一個院會 再來下禮拜二有個院會 下禮拜二過後 我想再討論意義也不大 因為如果下禮拜二 林一雄先生的身體 你算時間 說實話 恐怕 最起碼 我覺得你說可能會昏倒或什麼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一個禮拜 那是馬英九在等待的 所以這裡面只要任何一個版本 大家願意接受 就是包括公共門檻的降低 或者什麼樣的方式讓和市停建 或者永不商轉 或者是怎麼樣的方法 然後朝野願意共同直接 共同提案 因為責任大家共同承擔 這不是一個 大家不要在和市議題上去做競爭 大家共同提案 共同連署 我再多講 我每次講 你們到後來都說我講的 對 他是在做非常精密的政治計算 今天如果你是馬英九 有情治系統 他一定要找到 盡可能的調查林一雄的身體狀況 這種方式大家可以撐多久 他都已經差不多在計算 是不是準不一定 他比我們都清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剛剛已經講 他對強制疫苗都弄好了 到時候我們都會罵說 你們不去救 他說你們都要救他就去救 然後這個時候 如果這些反核團體在擋的時候 說這一群人竟然 就害死林一雄是他們 利用林一雄 對 他是要玩這個東西 他一定在搞這個 另外一部分是這樣 我嚴格講 和市停建不商轉 早就在這些執政黨手中 他們最有利的 他是假建你們的嘴巴來弄 所以他為什麼丟公投 因為這是個見不得人的大乾坑 如果運轉下去報了 要負歷史責任 然後任職追究下面 你們一大堆貪污腐敗都會弄出來 所以庭建和市是馬英九這個集團 最大利益 請大家不要弄錯 他只是拖 照你講他又不講 為什麼 他並非他負責任 你們要求他變成做順水人情 萬一有什麼事 他都沒有什麼責任 所以他賺了理智 又賺了面子 現在還要賺說 他還要贏在政治上 所以蘇貞昌去見他 他就怎麼知道 你低調 他就說你們總要有求於我 他在算計這個東西 好不好 你們不要低估罪 就等著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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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